大理立新国中的风雨操场是师生上体育课重要的空间 不过经过长期的使用地板破损不堪 学生在这里运动也容易受伤 幸好在地方的争取之下 市府重新将地板重铺了PU压克力材质 最近地板工程完工 一元李天生也特地前来查看 并下场跟学生一起投篮运动 享受运动流汗的感觉 来到刚整修完工的风雨操场 台湘市议员李天生及学校人员仔细看新地板的施工品质 因为这地板原先经过长期的使用破损不堪 增加学生在这里运动受伤的几率 我们立新国中的风雨操场底下的篮球练习长 因为年久失修所以就破损的情况 在我们的主任校长或反应之下 我们择起我们的教育局能够来拨经费 来整修这一块的篮球场 单济市议员安全受到影响 经过市议员李天生争取 市服体育局重新整修风雨操场地板 并在工程中使用了PU压克力增加耐磨度 看到崭新的地板 篮球队员迫不及待的下场感受 而李一元也下场跟同学们一起练习投篮 享受流汗运动的感觉 就是场地就算拖地之后 然后风吹然后沙子都会跑进来就很痛 新的场地不管风吹也会很止滑 旧的地板本来比较滑 然后现在用这个会比较止滑 比较不容易就是滑倒 然后在做动作的时候也比较能做比较快 我们这个新整修的场地使用的是PU材质的材料 那厂商在我们最上面这一层的PU层里面 加了石英砂去增加它的止滑效果 来确保孩子在活动过程当中不会因为滑倒而受伤 那另外这个场地除了规划篮球场使用之外 我们还画了一个排球场 供我们学校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可以上排球课使用 利息师生们送上清明海报 感谢明代对教育的用心 也让它们有良好的运动空间可以使用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